HELLO 我是九尾老师 我们也要继续做跟多项式除法有关的比较进阶的题目 那直接来看题目 这一集是说E333X加上333除 除的话要注意就是除义了 除这是一个动词 所以用它去除它 所以这个就叫做除式 这个叫被除式 那如果反过来说就是以国文的就是道序法 就是说-5X平方加6X-2除以333X加333 就是以333X加333除它的意思 所以这边要特别的注意 不过通常其实我们一般人的概念 就是四方高的话就是在这边 当然没有一定是正确的 四方高的在这边的话 应该都是被除式很大的比例 那四方低的就是除式 那这样想也可以 那当然还是要 我们还是对于文字上 还是要把它学好来 就是以这个除它 就是这个除以这个东西 这两个是中文上是同样的意思 那请问这个三是多少 余是多少 这一题基本上 其实焦老师刚刚刚说了奖励一堆 也是希望同学们应该是不会去听 就是按暂停 按暂停就解这一题 真的好好地把一些比较特殊的题目 比较不会超过我们的课纲 也不会超过我们的所学习的领域 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处法原理 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同学们只要发挥自己的能力 当你解决出一个很难的题目 或者不算是很难 就是自己没有自信去解出来的题目的时候 我相信它解出来的舒畅 真的就像在清凉的夏天 过个下午茶吃个饼干 喝个非常好的一个乌龙茶 那种舒畅的感觉会非常的大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领悟我们追求真理的过程 得到的答案是世界上很幸福的一件事 所以这一题来讲的话 该怎么解会比较好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就是被处事 我们要用这个去处 但是我们去思考一下 如果用长处法用这个去处 会遭遇到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它有三三三 这看起来连教室老师都不太敢去动它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写成恒四也是一样 现在恒四的话 因为同学们还没有学到高中的所谓的余式定理 那如果有学了高中的余式定理 再搭配综合处法 我们很快也是可以解出来 那我就用国中的方式 以国中的方式 我们把三三三 我们现在先第一个 就是先把它做一个调整 第一个呢 当然如果说同学们不会写这一题 开始听 听到开始有点领悟 就可以自己进行下去 影片就可以按暂停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把333x加上333 就因为这两个系数跟这个常数是一样的 所以金融老师故意把它333提出来 所以333提出来 加x加上1 我们利用去改变厨四 再增加了厨四 有一个倍数之后呢 剩下的余式是不会变得这种情况 那在我们的影片的前期篇有一题就是这样的题目 那我们就开始来列起这个式子 我们先假设用这个当做我们的厨师 先把x加1当做我们的厨师 所以在写法上就会变成说 -5x的平方加上6x 再减2 会等于x加上1 等到q of x 然后再去加上多少呢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仪式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呢 我们就先利用这个去除以它 就加上我们这边可以先写r of x r of x可以先连起来这边 那我们就先利用这个 那待会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呢乘上333 但是因为这一项呢是两个相乘 这边我们乘上333 这个q of x就是 如果今天它以333乘上x加1 是新的厨师的时候 那么我们原来的3就要缩小333倍 也就是原来的3就不是我们之后 乘上333之后的3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 但是在这里面呢 这个乘333 这个除33 并没有影响到余式 所以余式是不会更改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先用长出法 我们先长出法 长出法是-5x平方 减掉6x加上6x sorry 减2 这是减加减 减加减 再来呢我们去除上x加1 除上x加1 那这边我们就说 这有-5x 所以有-5x的平方 减掉5x 那再来我们再看 6x去减掉-5x 减掉-5x就会变成11x 这边-2也先写下来 再加上11 这边11乘过来就变成11x 去加上11 所以这时候呢 -2去减掉11 就变成-13 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余式是-13 并没有到 因为它的除式是一次 除式是一次的情况之下 这边一定是长出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改 就是-5x 平方加上6x 减2 当然我们这边也可以直接写 我们在这边稍微写空一点 我们已经知道Q就是-5x加11 -5x加上11 再减掉13 那减掉13就是余式 那为什么我这边空那么多 就是原因就在于我这边要再补一些东西 我把它补上去 就说因为我们现在改掉的是除式 我们要改成一个新的除式 这部分是新的除式 new的 那新的除式是乘上333 但是因为你这是一个式子 你这边乘上333 这边就要做一个除以333 这个是乘 就这样变成这样 所以我这边呢 这个地方就叫做 从这边刮号下来 从这边刮号下来 就叫新的 这叫新的 新的3 就会到这边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以333x加333除以-5x 平方加6x-2 的3呢 会是谁呢 我们就会变成333分之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乘进去 乘进去的写法也可以 我们就写在这边 新的3就是333分之-5 -5乘进去x 再加上 这边当然是 因为这边有11 所以333 我们就直接写333分之11 就这样 这是新的3 那于4呢 于4还是-13 我想这边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希望同学们 碰到这一题的时候 能够利用 多加利用 当然这有一点点 在高中的余思定义的前面的基础题也会出现这边 所以希望同学们在这边也可以当做提早 除了稳固 我们现在加深国中数学的实力 也提早的稳固 预习国中未来会面对的问题 高中未来会面对的问题 所以同学们 加油